陕西一晚挖出李世民女儿的墓 然而当专家打开墓时候 却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惊住了 生前备受宠爱的大唐公主 没想到下葬后的灵墓会变成这样 盗墓贼不仅将各种珍贵的随葬品洗洁 竟还对公主尸身做出令人不耻的行为 连专家看了都忍不住大骂秦秀布鲁 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为何会让在唐所有人如此气氛 公主身上又发生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感兴趣的老铁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长按点在三秒还能触发神奇特效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揭秘大唐公主 1986年的某天 陕西林光村的村民正在地里除草时 突然挖出一个深不见地的洞坑 在遍地都是文物的古都咸阳 挖到看似稻洞的神坑可不是小事 于是赶紧就向当地文物部门上报情况 接到消息的考古队 立刻前往现场 经过初步勘探确定下面有一座堂墓 而且墓葬的规模还不小 甚至远超王孙贵族墓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这里距离昭灵很近 可以说是仅有一钩制格 而昭灵则是唐太宗李世民 何文德皇后长孙氏的合葬营墓 难道这座墓葬主人 和他们有着某种关系吗 意识到眼前古墓的重要性 考古人员也不敢大意 立刻上报 并着手准备抢救性发掘 随着表面的风土被逐渐清理出去 令人痛心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墓葬周围遍布着数个大大小小的道洞 看来盗墓贼已经结束仙灯了 里面的文物很有可能被洗劫一空 即便如此考古队还是抱有一丝希望 继续向下深入清理 墓葬的完整结构 清晰呈现出来 整个墓室被分为六个较大的空间 从外观上看很像是圆锥形 墓室前后还有很多形式各样的石头雕像 人和动物的造型都有 似乎是在守护这座宝经磨难的古墓 顺着墓室内的涌道向下走去 他们发现墓道的墙壁上有很多精美的壁画 有些仍然色彩依旧十分鲜艳 展现出热闹繁华的大唐生活景象 虽然盗墓贼不止一次光顾这里 但好在留下了历史文化价值极高的壁画 这也说明了墓柱身份地位非凡 继续向下行李和探索 竟发现三个石门 要知道在唐代的丧葬制度中 即便是皇亲国契 也只能设置一套石门 这更加让人好奇墓柱的身份 很快考古人员就来到主墓室 这里采用的是天元地方的设计理念 墙壁上也绘制着很多精美壁画 可见对营造试者地下世界的重视 通过壁画以及此前找到的各种线索来看 墓主很有可能是位女性 然而就当众人深入寻找线索时 却看到了极为不齿的一幕 谁能想到平平无奇的小山包下 竟埋葬着一座皇家陵墓 当考古人员打开这座墓葬时 却忍不住大骂盗墓贼禽兽不如 他们在墓中到底看见了什么呢 虽然对古墓被毁的程度早有预期 然而真正看到里面的情况时 还是心中意愿 墓中别说是珍贵的随葬品了 连装有墓主湿湿的棺果都消失不见 刚开始大家还在怀疑 这会不会是衣冠种 但看墓中的痕迹怎么都不像 就在这时一旁清理的考古人员有了新发现 地面上残留着很多黑色物质 很像是被木炭烧过的痕迹 专家忽然想到一种渴望 棺果集墓处尸骨 或许被盗墓贼给烧了 在对黑色物质进行检测后 发现果然如此 没想到这群可恶的盗墓贼 竟然会这样丧心病狂 在盗墓的时候看到墓室里面很黑 身上又没有其他的照明工具 竟然把墓主的棺果给暴力拆解 然后燃烧用作照明工具 连同墓主人的尸身也给烧了 这不得不让专家大骂盗墓贼丧尽天良 那么这座林墓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终于考古人员找到几块破碎的尸块 应该是已经碎裂的墓之名残片 从模糊的字迹中依稀可以认出 大唐顾嫦娥公主墓质 原来这竟是李世民最为宠爱的女儿物 提起这位大唐的嫦娥公主 虽然身份尊贵却已是命徒多传 因她是文德皇后长孙氏所生去名为吏智 又从小天资聪颖极致过人 所以深受唐太宗李世民的喜爱 并照封她为嫦娥群公主 贞贯五年公主十一岁的时候 唐太宗就开始为她筹备嫁妆了 而且其丰厚程度甚至远超太宗的妹妹 公元633年 李世民将藏了公主 下嫁给齐国公长孙无忌的嫡长子长孙冲 长孙家亦是朝廷中的忠臣 长孙冲又是长孙皇后的嫡侄 将公主下嫁给她家 也算是不错的归宿 为了不让自己的宝贝闺女受委屈 连婚嫁的各项事宜 都是由唐太宗亲自操办 据说婚礼当天无数珍宝从皇宫抬出 这样宠爱自己闺女的行为还遭到反对 可见唐太宗有多爱自己的这个女儿 嫁进长孙家的嫦娥公主 也没有恃宠而娇 反而在家孝敬公婆与丈夫秦瑟共鸣 甚至还曾协助处理朝中大事 然而造化弄人从小就体弱多病的嫦娥公主 在23岁的时候突然病倒 不久便刻然尝试 这对少年夫妻没能等到老来相伴的那天 听到爱女离世的消息 唐太宗备受打击 据史书记在唐太宗多次痛哭后 仍悲伤的不能自已 似要弥补痛失爱女的悲伤和失落 太宗不仅下令修建奢华且规格高的陵墓 还在墓中放置了大量珍贵的随葬品 或许正因如此才被盗墓贼盯上 但是谁没想到盗墓贼拿走宝物就算了 还来个毁尸灭迹 把公主的棺果及尸还给烧了 任谁听到都不由的大骂真是缺德 估计李世民也没有想到 自己捧在手心的掌上明珠 竟然在死后被这样残忍对待 这对我国考古界来说 也是个不小的损失 专家在遗憾之余 也不断在深入探索 希望能够找到一些遗留的文物 终于在墓道两侧小小的壁刊里 发现很多摆放着的唐三彩 这可是极为珍贵的文物 也说明了公主生前到底有多受宠爱 值得一提的是公主牧师内的地方 上面不仅刻画着唐代的繁华盛景 还勾勒着古人心中的信仰 墓道的两侧会有腾飞状的苍龙 仰天鸣笑的白虎 和疾风奔驰的骏马 还有其余轩昂的甲咒一位 隐其在一旁恭敬侍奉的侍女 他们似乎在守护着侍者灵魂的安息 更令人赞不绝可的还是这幅壁画 在降于浮洞中 两匹驱马拉着红色木车奔驰 车厢上面坐着三个人 其中一个老者端坐中央神态安详 整幅画面看起来十分宁静祥和 还有这幅精美的四世女图 四个侍女职责不宜有的捧着花瓶 有的择手捧着浮沉 其中一个侍女看起来肤色深沉 而且是卷发大耳环 还穿着宽松的服饰 和中原人有着明显的不同 查阅相关资料才发现这原来是昆仑奴 这里说的昆仑并不会是指昆仑山 史书上记载唐朝时期 常有皮肤有黑的一族人 来到长安经商为奴 他们个个力大如牛 但踏实肯干 于是很受富商贵族的欢迎 当时的人们将这些人称为昆仑奴 这也是首次在壁画上出现昆仑奴形象 虽然长了公主不幸芳华早逝 但她的一生也算圆满 生于皇室却还能受到父母疼爱 家为人妻已与丈夫恩爱和谐 家之妻本身已是个颇有才行的女子 然而她死后的灵魂 却不能得到安息 连棺果和尸骨都被盗墓贼破坏 实在令人心痛不已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可在弹幕或下方评论区进行讨论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老铁 可以点个赞或者关注 我会持续为大家更新的 如果有说的不好的地方 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我好 好 好